說到包青天啊 你就會想到包青天 辦案當中有許許多多的奇案存在 但是最有名讓人家津津樂道的 就是狸貓幻太子的故事了 不過歷史上 真有其故事嗎 是 宋仁宗趙真的紳士之名 一直就有許多的傳說 那即使到了包公出了狸貓幻太子之後 更蒙上一層面紗 那狸貓幻太子是怎麼來的呢 他其實是在清末的一本書 叫做《三峽無意》 裡面有提到說宋仁宗有兩位妃子 一個是劉氏 一個是李氏 那兩個人同時懷孕 可是劉氏想要當正公娘娘 所以公於心計的他 於是縮死太監跟公女去陷害李氏 把李氏的小孩換成是一個 剝了皮的狸貓 然後跟宋仁宗講說 你看李氏生下的是一個妖怪 那宋仁宗一看 真的耶 因為不可能會是隨便有人亂指使的 因為狸貓就在那邊 小孩也不見 所以大怒之下就把李氏 關到人宮去 然後後來劉氏 因此當上正公娘娘 只不過是可能是天路人怨還是怎麼樣 後來他小孩也夭折 然後李氏的小孩 反而經過一番波折之後 順利登機即位 登機即位之後 後來在包公的幫助之下 宋仁宗才知道 原來自己的生母就是李氏 而劉氏後來也被迫致意身亡 那這一段故事裡面 還有一個很精彩的叫 夜省郭懷 就是當時郭懷就是被指使 要去禮貓換太子的那個太監 那當時他就是死不承認 但是包公覺得怎麼辦呢 人家就是肩不吐食 於是他想到一個辦法 他叫郭懷的一個好朋友跟郭懷講說 包公找不到證據了 所以我帶來一些韭菜 你好好喝吧 好好吃 那個什麼郭懷就覺得說 真的 包公找不到我 我明天就要被放回家了 所以當天晚上就好好的 所以他卸下心房了 對 就好好的在那邊喝酒 吃菜了 喝醉了 一醒來 牛頭馬面 黑白無常 在旁邊 把他帶到閻羅店去 喝醉醒了 突然發現居然已經 已經在牛頭馬面出現了 陰朝地府之中了 那當然他也會覺得 這會不會是人家扮演的 只見到閻羅王說 你呢 上盡天良陷害宮女 還特別為了狸貓換太子 把宮女 寇珠把她害死 所以寇珠後來上報玉皇大帝 現在已經來陰朝地府告狀了 所以這個時候 郭懷就覺得 哪有 不然你叫寇珠來跟我對職 就在這時候 飄出寇珠出來 指著郭懷大罵 就是你這個禽獸不如的東西 把我害死 郭懷一看 人證物證據在那還得了 嚇得當場直接化壓招口扣 所以他就認了 認了 夜省他以為自己到了陰朝地府 結果他就認了 結果認了之後呢 一瞬間燈火通明 結果一看原來這個閻羅王 就是包公辦的 所以也就是說他被耍了 對 他被耍了 這一件死時後來就公開於世了 不過呢 我們就要問啊 這一件死時到底是否存在呢 有真的狸貓換太子這件事嗎 其實死時不是這樣的 死時不是這樣子喔 真實的死時是 李氏原本是劉氏的侍女 後來被宋真宗看上之後 把他也當作妃子 後來這個李氏懷有身孕 懷有身孕之後 宋真宗很高興 因為他之前就五個小孩 先後夭折 那因此呢 根據史料說 他呢 懷孕之後有一天 不小心把遇差掉到地上了 宋真宗看到了 就心裡在想 如果說這個遇差掉到地上 還沒事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生下小孩來 那這個故事呢 只是個傳說 可是由這裡呢 卻可以知道 宋真宗求子心切的心情 結果果不起來 真的生下一個男孩囉 那生下男孩之後 後來呢 這個小孩 卻在真宗的默許之下 讓劉氏 拒為己子 那李氏呢 礙於權勢也不敢講 因為呢 如果一講自己生命不盡 有安危的危險 而且也會危害到自己 危害小孩 對 心生小孩 後來宋仁宗 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母親 就是李氏 一直到後來 劉氏 劉氏登基即位 垂簾聽證 還甘震喔 還被譽為是宋代的武則天喔 後來宋仁宗 親證之後呢 後來才真正知道 原來自己的生母是李氏 故事裡面呢 寫得比較美好 因為真實 沒有包公幫他審愛 也沒有說去迎接生母的情形 完全是故事 反映了人們現實的願望 原來啊 穿著附會之說到了 最後變成一個故事 就變成包青天 其中的一個奇案了 但是呢 在我們台灣呢 現在中科院 研發了多年的萬劍彈 這個時候 準備在明年 要掛載上F16 還有IDF的戰機了 但是 在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國家 派了人 準備要來看我們這套系統了 因為他對我們這系統 有興趣啊 其實立剛如果關心軍武發展的朋友們 應該都知道 2006年3月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在屏東九棚基地 我們已經實驗成功這個萬劍彈 是 對 那現在呢 是已經這個案子送到立法院的 新成立一個案 叫省府專案 要幹什麼呢 要準備再投資80億 要量產這個萬劍彈 所以預計民國106年 也就是大概大後年的時候 對 我們就可以量產 正式出現這個 所謂的遙工武器出來 聯合遙工武器 你就正式掛載在我們的戰機上面了 立剛其實這是一個不得了的成就 因為目前全世界 以全世界的範圍來講 只有三個國家有遙工武器 誰 除了我們之外 只有兩個國家 就是一個法國一個美國 所以我們算是非常非常先進的 那我們等於世界第三 是啊世界第三 那實際上我們一開始 本來這個萬劍彈 本來就是模仿美國的AGM-154 其實他們就是JSOW Joint Stand Off Weapon 其實就是這個聯合遙工武器的 他一個代稱 那我們當時就模仿他 模仿他的時候 希望性能能夠達到他 跟他一樣 那結果我們現在做出來之後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我們的性能比他還要好 你說我們研發出來的 居然比美國還好 你要知道第一個 AGM-154 他如果說上面沒有 沒有掛動力系統的時候 他用滑翔的方式 他最遠可以滑到64公里左右 蠻遠的 其實很遠的 64公里 你可以從台北一直滑到桃園接近新竹 那如果說他後面裝上動力系統的話 他大概可以飛到200公里左右 那其實已經不錯了 這個射程已經不錯了 可是我們的萬劍彈 因為我們裝上了我們研發的 昆蓬的渦輪引擎 你知道我們可以飛多遠嗎 可以飛600公里 人家飛200我們飛600 我們的航程多了人家三倍 我們是不是大大超越美國的AGM-154 沒錯 所以美國人特別要來參考一下 因為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你看射程比較遠這麼多 到底我們怎麼做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原來跑來台灣虧探的就是美國 是 我跟你講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還比他便宜 我們的價錢大概只要他四分之一 我們為什麼那麼便宜 那美國人不是看了以後更心動了嗎 是啊 所以美國人他一定要來一探究竟 那這個萬劍彈有什麼特別呢 第一個 他裡頭內建了什麼 微電腦 陀螺依 還有GPS 全球定位系統 所以他不像一般的飛彈 比如說這樣砰 打出去就結束 就慣性導引擎 不是哦 他其實可以閃避 如果敵方有炮火 這些東西 他可以閃避你的炮火 也就是說我可以做閃躲的功能 我就像一個巡弋飛彈一樣 對 然後再來呢 他裡頭不是單單一個 一個土炸彈頭而已 就這樣蹦下去 爆爆炸就沒了 不是哦 他裡頭有 大概一百枚左右的子母彈 所以你看像畫面當中一樣 我一灑下來就變成 滿地全部都是 你看那個爆炸範圍就非常大 所以呢 他就專門可以去炸敵人的機場 基地啊 這種重要設施 飛彈設施都可以用這個來進行破壞了 而且他有一個特性 你可以就事先設定 比如說你一下去蹦就像剛剛一樣 全面性的爆炸 讓他毀魚蛋 他另外一種就是 你也可以設定延遲爆炸 比如說延遲10秒或延遲30秒 你剛剛這次要幹嘛你知道嗎 做什麼用的 就是我一掉下去沒爆對不對 那敵人一看到 你的炸彈已經堆到我機場來 我是不是 你有沒有注意到你看 就是延遲系統 對 他在鬼陣才會爆炸 所以就是說 等於我的工程人員 趕快要到他跑道修復的時候 他那時候才爆炸 你的工程人員都被我炸死了 那你要修復這個機場就更困難了 所以這個是他的特性在這邊 那一旦我們擁有這個 這個萬箭彈 我們的萬箭彈正式量產之後 其實老實說 對中國大陸就有很嚴重的殺傷力 不然的話你要知道 1996年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記不記得 台海危機的時候 你知道當時我們很可憐你知道 因為我們當時就是怕 萬一中共真的要對我們全面進攻 那我們的主力戰機F51 也要升空去炸對方的基地跟機場 可是呢 當時中共的基地機場 全部都超過我們的 F51的飛行半徑之外 你意思說也就是說有效的 飛行半徑之外 那你根本打不到人家機場 不是你可以打 那你就變成神風特工隊 就你去你就不用回來了 你意思說我飛機如果飛過去的話 我就可能直接到這邊 就墜毀掉了 你就可能你打完人家之後 你自己就再見 你自己爆炸吧 因為你已經回不來 你一定沒有油可以回來 那我只有一次戰力 我沒有二次戰力 因為我只要進去之後 我就沒有返航的油料 所以當時很多軍官 一看到這個航程圖都傻眼了 想說這是幹嘛 叫我們去送死嗎 那現在我們就不必了 現在我們只要有這個萬箭彈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搖攻 我們可以射600公里遠 所以你的意思說 我的飛機可能飛到海峽中線左右 但是我的飛彈可能射擊範圍 到了600公里的範圍 你要知道200公里之內 大概目前中國大陸有6座機場 然後400到600公里範圍左右 11座機場那600公里 在800公里之間這範圍之外 你知道又有大概19座機場 所以它總共有36座機場 在我們的攻擊範圍之內 那以後我們只要到海峽中線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掌握36座機場 那以後 中國大陸假設一旦要對台灣發動攻擊 我們是不是馬上立刻可以壓制住它 那飛機根本沒有辦法飛過來 那你沒有空軍的話 你當然 你也不用想說 死因什麼在陸作戰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但當然 我們也不要忘記 中國大陸有什麼 它有S300 有S400它也要買 對 所以它現在它的防空飛彈 只要我們的飛機一起飛 其實它可以直接打 也就是說 我根本還沒有飛到海峽中線 我就變成它的標靶了 它可以 你根本來不及到海峽中線 你就會直接被它鎖定住 你就可能會被它擊落 所以目前要用海峽中線這一段 其實是有它的困難度 但是我們也不是沒有解決的辦法 因為我們的東部中間有 中央300屏障 對 所以如果我們的飛機 能夠從東部這邊飛出來的話 第一個 你S300 S400不容易打到我 你的意思是說 我的飛機是從這個花鈴起飛之後 我在飛到 在這個S300的半季範圍外 對 我到你的範圍之外 在你的鎖定範圍之外 第二個 其實美軍 其實他們已經掌握到 老共的他們的 一些防空範圍之內 還是有一些漏洞在裡頭 如果美軍能夠提供 給我們相關的這些資料 也就是他們無法鎖定的 這些區域範圍之內 我們就可以讓戰機 飛到那個區域範圍之內 然後對中國大陸實施攻擊 所以萬箭彈 未來對我們的國軍的防衛 還是非常非常重要 萬箭彈可以給敵人致命的一擊 萬箭彈可以在這市區之外 我可以進行攻擊行動 但是我們的空防狀況是怎麼樣呢 我們的防空飛彈 可以說是全世界 數一數二密度最高的 我們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